警熟师姐第一次的做实验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才想到说 我们的跨国团队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导读 所以现在呢 现在我们的文青人是在美国的北加州 他今天要导读的部分叫做把菩萨度尽来 所以真的横迟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透过通关密语来到北加州一起来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把菩萨度尽来 文青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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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丧人 金色师傅 以及全球的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导读团队的文青 丧人之多法号季勇 今天我要导读的内容是 2023年正言丧人 那女足迹秋之卷的7月22日到7月28日的进度 我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把菩萨度尽来 记得在去年2023年6月的时候 那个《无量艺法随送》 金帐演绎的时候在台北的小巨蛋 那次共演出的有八场 那么参加的这个志工超过上万人 来入金帐 那么当然里面有新的旧的志工 大家参入金帐的时候都被感动到了 那么在这一次的金帐演绎了 也接引了许多年轻的志工来加入 他们平常当然都是忙着上班啊 但是透过这一次的入金帐呢 他们每个人的心灵都得到了净化 就如上人开示所说的 在慈祭道场呢 净化了人心 度出来的又是菩萨 而且度了一个人呢 就可以影响到他整个家庭 我来举个例子好了 就好像有一位年轻志工 他叫陈品秀 那在这次金帐演绎之后呢 他非常的感动 他就邀约了12位这个年轻的志工呢 在台北的一个球赛 他们就自己志愿去做 环保的服务工作 那在通过他们这个演绎的时候 这群年轻人 他们也深刻了解到环保的重要性 所以他们也本身非常具身体力行 这群年轻人他们分享说 他们在入金帐的时候非常的感恩 身边有一群法师在陪伴着 而且时时刻刻地引导他们 让他们有机会 能够透过佛法 把自己的心也慢慢沉淀下来了 而且在排练的时候呢 把握他每一次与佛对话的这个机会 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就让他们都体会到了 所谓心轮转的时候 法轮才会转 心轮转假如不转的话 那法就流不进内心了 那么内心就跟 还是跟平常一样在反倒中纠结 所以像这样的年轻人 他有法入心 还有法入行 人多了的力量就会大 接下来我们来恭请上人开示 这次的事情 持续人啊 要做的事 好像人还不够多 所以呢 力量啊 还是很微少 微少 所以呢 总会心里 很悲 但是呢 又是感觉到 我们都是呢 共同发心力愿 浅浅火火 我们感恩上人的 caius 所以我们要 共同发心力愿 上人说我们要教化人间 不是用嘴巴说的 因为我们要用行动来表现 我们要经营人的时候 要有温暖的心去陪伴人 这也就是要用我们常说的 感恩尊重爱 对待周遭的每一个人 当然包括我们慈禧到场的 每一位法亲也是一样 当然就是要用爱 用尊重的呵护 来珍惜我们这份法亲的亲情 因为我们慈禧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 本来就是要充满着和睦的氛围 而且在菩萨道上 我们是一个法脉之家 所以法亲之间 本来就应该要互相感恩和尊重 所以法亲之间的相处关系 我们是要靠什么呢 是要靠合合互协 来增进彼此的一个凝聚力 那我们再恭请上人开示 我们要多的 多的 搭起来 好好的 搭起来 这叫做群和 和群同一念心 净化天地人心 这就是要人 群众的人 多元化把它汇合起来 不是走不到 我们现在 在教义 在人文 在慈善 都已经开始 从空中洒下 爱的能量 这样的很祥和的锐 这一国旗 天地人心 天地人心 让它相合起来 那淨化人心是最最信仰的 他要回台湾了 他希望我来承担他带领高中团的责任 我当时就满口说好啊 就好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说了三个字 我愿意 但是等我接棒时候我才了解 这是一个教育部方面的工作 我本身不是做教育的 所以当时就是拉着我家师姐一起来做 原来我们高中团有35位学生 大概一年之后 我在我家师姐之时 还有很多发青的志工 一起来齐心合力 努力一下 学生人数也增长到将近200人 后来有一天我母亲回来跟我说 为什么当时要找我一个不懂教育的 来带领高中团呢 他说这是他度我的方法 叫做买衣剩衣的方式 把你给度进来 大家了解什么是买衣剩衣吗 他解释说 如果我把高中团交给做教育管理的我家师姐 那我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用这种买衣剩衣的方法 就可以把我也一起度进来了 这是他的度人的妙法 他这样一说呢 也让我对善人教导的实际志工的智慧 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然我们在做高中团的时候 不仅把学生们度进来参加高中团 我们还把学生的家长们也都度进来做了志工了 像现在许多支撑的志工 其实也就是当年从家长走进持续来的 我们常说这不就是一分无量吗 那其实讲到这一段我也要说 我们高雄线上读书会 也就是接引人一个度人的一个道场 怎么说呢 我们高雄线上读书会团队 我们晓得就500多位志工 而且是分布在世界各地 所以每一次我们参加高雄线读书会 从来都不用事先开会的 因为大家都了解自己要做什么 各个都是使命必达 而且每周三大部分人都来资源 成就道场 甚至还有人请假来做慈祭 据我所知我们的时间长 当然还有姚师姐和我 我们都是请假来做慈祭 当然高雄线上读书会 还有许多其他的感染读书 大家可以花些时间慢慢去了解 因为慈祭道场可以接引更多的人 来这个净化人心 所以我们上人要鼓励 年长的师兄师姐要多来慈祭道场 和法亲们一起共事 经常与人互动分享 胡萨道场我们都要持续精进 而且大家要一起发挥智慧 多次来与大众互动 然后才能够广乎善种子在人间 来接引菩萨 所谓的老的要顾 年轻的要孤 所以我们实际一代跌着一代 才能度化这无量的众生 所以我以下面的禁止语 来和大家结个缘 帮人及帮喜 帮助法亲成就菩萨道 自己在菩萨道上也会有进步 付出和接受者 我们是共同的成长 感恩 好 非常的感恩了 感恩文青也麻烦您先收掉简报 然后帅帅的在那边 文青他真的是跟时间真的非常的勇于承担 而且无论他们是在大陆的北京 美国的北加生活在欧洲 生活在飞机上 他还是有办法连线读书会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任务 在一直在传达 就是各个地方的邮言 比如说我们实际在北加 然后就他传来 这是内蒙赤丰恩利的 不过这写的是忌讳 感恩忌讳师姐 用大爱的智慧走进高墙 真诚相待 温暖封闭的心 启发善念 感变转念一念 所以您就可以看到他们夫妻 两个如何的用心 他们其实行程满挡到不得了 所以每个月有一次的实经文青 我们都因为跟着他们 然后大开眼界 可是当我们一旦跨国导读的时候 我真的是不太敢邀约他们两位 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忙到爆表的人了 因为他无论在哪一个国家 他都是马上融入做慈祭 才会有很多的一个故事 没想到他们说 他们我愿意 就又加入了导读团队 所以时时他们 而且他们从来不用我追资料 因为他们知道 一定要提前 所以资料都很早就已经做好了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实经文青的一个大承担 同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承担 带动了很多人 重庆的一大为说 北加菩萨借文青 菩提大道常不清 法轮心轮转换情 使命必达多用心 一大为你现在是在环保上做环保吗 因为大为有时候在环保 在礼拜三做环保 他就用听的也马上可以这样子连线 那时经他们家的师姐说不仅甘愿做 还要做不寝之师 那我们泰国的词馆说 感恩北加北京 借文青师兄导读 2023年那里足迹 看到台湾马来西亚 美国持继之功用心来陪伴年轻人 心发意菩萨 用爱来尊重 呵护菩提种子 长大茁壮 并合合护血巩固团队 并以自己走过的足迹 把菩萨度尽来持继 我们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邱玉师姐 因为他因为中研所的关系 所以星期三都无法连线 那现在他已经呢 第一阶段毕业 现在的写论文 而且是以我们慈禧高雄线上 读书会的一个善效 来做这样的一个研究的 所以他礼拜三今天跟我们连线 给我们很多即时的一个回会 那时经也说 发心做慈祭就是要使命必达 所以请假做慈祭是心甘情愿 他们两位不但是请假做慈祭 每月的每年的二月同学会 跟三月的周年期 势必一定来到这边 所以我们二月五号即将会看到 我们慈禁文心来到这边 那三月十二号是我们今年的十二岁生日 他们也一定会到 好那 Angel Hong 美云就说 买一送一的师兄好伟大的智慧 真的非常的赞叹你 那这边我们加拿大的管心灵 就如果人人具备长不清的精神 并积极接引 广度菩萨就不难了 菩萨度进来以后 更需要用心陪伴持续保温 感恩成为温和永满精进的文青 师兄简报用心精辟精准的一个导读 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感恩 我们目前在北加的文青 周伟心说非人菩萨 大界文青以法传法度化人 和蔼可敬 和蔼可敬 尽情行道使命必达 我愿意 好我们再次掌声感恩文青 谢谢很棒很棒 刚刚你有看到说 我们影片播完 为什么文青师兄没有马上接话 因为有时间秒差的一个因缘 那所以非常感恩 所以导渡团队真的是救法新知 你要先开始才有路 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 但你需要开始才会很厉害 这是我们的金句 那同时我们主场进行拍照